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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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订阅中国华夏文化学校的 这是文化的重点 那个汉字实际上是个工具 通过这个工具了解中国文化 传承中国文化 华夏文化学校 澳大利亚星州教育部正式注册 15年17个教学点 40位教师 600名学生 96%及格率 60%满分率 我觉得华夏给我的感觉 是首先像一个大家庭 因为华夏的所有老师 我们都是冲着一种爱心 过来教课的 我就是想为海外中文教育 尽我的一份微博的力量 我们有一支非常专业的 正规的教师队伍 现在也看到了我们的老师们 为了这15周年也是 大家都积极的参与 来组织活动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在这15周年 中文学校 中文学校 多角度培养 跨越中西双文化人才 教授普通话 简体字和汉语拼音 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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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我差不多 我就只认为我名字 两个字 但是 差不多都不认为 在张老师学校写了好像六年多吧 很多什么唱歌啊跳舞啊这种东西 不是什么课本啊 迪迹课迪迹也不是这样的 以听和说为主 然后呢让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 这些文化呢不一定是大的文化 就是小的文化 比如我们学数字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喜欢的数字是什么呀 我们学颜色的时候 中国人喜欢什么颜色呀 我们用这种润无细无声的这种方式 一点点的来注入给我们澳洲的孩子 学中文啊 中文本人是比较难学 他只要教学得法 所以能够坚持上课 努力完成作业 再加上加以读处 那么这很快能做中国的 好好的话 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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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可以做 你只可以做 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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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妈妈 I love you 我爱你 独创华夏教学法 与世界分享 我们呢 用引导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 然后呢 大家通过听 让学生通过聆听 然后呢 去看 去观察 去触摸 去思考 最终呢 从中学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的教学 基本上就沿着这个路上来走的 一体多元化办学方式 彰显中文魅力 对华夏的那个教学理念 特别喜欢 它是在一种严谨 又宽松 又自由的环境下 给老师一种充分的 能把你的能力 表现给学生 所以教起来呢 就比较生动活泊 我觉得用我们华夏的这个教学法 能够迅速地吸引到孩子的注意力 并且呢 能够激发孩子 学习中文的兴趣 中国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 杰出贡献奖 新南威尔士州优秀中文教师奖 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新州州长Gladys Berejiklian MP 和Paramata议员Jeff Lee MP 分别发来贺信 看到了孩子们 从不会说话到会说话 而且他还可以组织句子 从我们的ABC来讲 西人的孩子 从不懂中国文化 到懂中国文化 而且把我们所学的这些文化的东西 运用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那么我觉得无论是在我们的规章制度上 还是我们的教学教法上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 整个这个大纲的体系 要进一步的完善 我就希望这个 这个学校啊 还这个 不断的改革创新 然后呢能求着社会的重守关心 华夏文化学校 以爱 玉美 星光 朝霞 绿音和阳光 汇聚成华夏星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